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的熬 时光流转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安排 你老去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你别人 你携手不离不弃 你真的会不会装在你 你说我 我愿意你 你搞得 毕军 毕军哪 干吗 爹 怎么不吃饭呢 爹 我没胃口 不想吃 好了 好了 这次呢 我不帮钱仲杰说话 来 把粥给喝了 是爹亲自给你熬的 爹 我现在真不想喝 好吧 好吧 那我就放在桌上 待会儿你要吃啊 你每天待在家里是不行的 适当的要散散心 对了 明天是你钱伯伯的生日 他邀请我们过去 我们一块去吧 明天是钱伯伯生日 可是 我知道你跟钱仲杰吵架了 但是呢 钱伯伯对你不宝吧 是啊 我们去是给他诸寿 跟仲杰没有关系 你不去的话说不过去嘛 行行行啊 我知道了 去还不成吗 嗯 老爷 我已经派人查过了 这小姐啊 根本就没去香港 她可能啊 一直待在上海 我已经想到了 她既然策划了这处 狸猫换太子的戏意 一定使令有所图 你不管用什么办法 赶紧把她找出来 可是小姐什么线索都没有啊 怎么查啊 这个乡下丫头一定跟碧君有关联 你从她身上找线索就行了 哦 还有 你去给这个臭丫头准备一身心礼服 我明天要带她去钱正良的生日宴 好 我去准备 来 爹 我觉得好像有些不舒服 要不我还是别去了吧 碧君哪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宴会的吗 连发着烧也是一定要去的吗 走吧 行吧行吧 那我去就是了 嗯 走 碧君 没事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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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点啊 穿着长裙子要慢一点 我不习惯穿这么长的裙子 慢一点 几位轻便啊 恭喜恭喜啊 我设备一下 哎呦 张司令 解老板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非常感谢二位到来啊 张司令 还记得我上次 我们在电话里面谈的事情吗 我不是说到 现在我的药店在全国有好几百家 如果你们军方需要什么药材 我随时可以给你们准备 现在严西山冯玉祥和蒋建石正打得不可开交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商人 你那儿啊 要是有马飞 盘尼西林 就好了 哎呀 我们药店呢 经营的主要是中药 你说金枪药 倒是有很多 但是呢 马飞和这个盘尼西林 我那儿囤积的货 还很有限啊 不如这样吧 我等一下问一下我的亲家 她的门路比较多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啊 一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钱老爷 恭喜恭喜啊 谢谢 谢谢 钱伯伯 祝您生日快乐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谢谢 谢谢 毕军啊 其实啊 只要你能来啊 钱伯伯就开心了 来来来 来给你们介绍两位朋友 好 这两位分别是 江浙都政府的张司令和李参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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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呢就是 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 我的亲家 林旭瑶 林老板 九雅 九雅 这位是他的千金 也就是我喂过门的儿媳妇 好 金伯伯 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 大家都知道嘛 对了 二位 在这儿能认识你们很高兴 待会儿一定要和你们好好会一下 好好好 来来来 上酒 上酒 张司令 李参谋 来来来 请请请 好 来 请请 走 走吧 七姐 你不要这样 我不太习惯 走吧 糟了 俊杰 我礼物忘在车上了 要不你先到门口 我一会儿回来 好 你怎么没见到前公子呢 钱老爷 怎么没见到前公子呢 你这个问题呀 最好就是问他 因为自从他们两个定亲以后 我这个儿子见他比见我还多呢 李君 种结呢 他 那 你看 都快结婚了还害羞 没事的 张司令和李参谋都是自家人 说吧 他还在警局忙工作呢 说最近工作特别多 有可能忙完了才能过来 千公子为上海民众鞠躬尽醉 张某深感佩服啊 过假过假 其实啊 我这个犬子从小骄纵自傲 根本不喜欢参加任何派对 所以他来不来就随他所愿吧 说谁谁道 你看 钱公子来了 仲杰 爹 仲杰 过来 林伯伯 钱公子一表人才 林小姐年轻靓丽 这真是天道地设的一对啊 张司令 您真会说话呀 仲杰 还不敬张司令和李参谋一杯酒 上酒 张司令 来 你们两个刚刚订完婚 这得一起喝呀 好 对对对 仲杰 碧君 张司令等着你们呢 好 仲杰 仲杰 说好让你在门口等我 怎么自己先进来了 真是的 钱伯伯 祝您生日快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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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我是仲杰的女朋友 我叫董琪琪 老爺 你什么时候成了仲杰的女朋友了 仲杰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就要问林小姐了 前两天 林小姐跟我解除了婚约 某种程度上 她还得算是我和琪琪的大媚人呢 胡闹 什么解除婚约啊 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爹 碧君 她说的话是真是假 什么 你们 你 爹 秦伯伯 秦老板 秦伯伯 秦老板 秦老板 秦伯伯 爹 秦伯伯 秦伯伯 爹 爹 多愧 你 终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娘离开的时候 她很想见你 但是她不让我带你过去见她 她不想你亲眼看着她离开 怕你难过你知道吗 子夷笑而亲不在 这是世界上最难受 让人最无法承受的事情 我不明白 为什么当最后的时候 你都不能让我派在某娘身边 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她 你的目的是什么 她就是怕你难过呀 你没有看到她病重的样子 形如枯杠 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见到她 我的心碎了 恨不得我随她而去 不然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见面呢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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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君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是你娘不让你见她的 她想 她想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不想让你看到她悲惨的样子 她怕你难过呀 怕你 走不出这个阴影 你知道吗 那现在呢 那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 难道我就不难过 我就能走出这个阴影了吗 其实这件事 是我跟你娘早就商量好的 打算让你慢慢地知道这个真相 这样 对你的伤害是最小的 真的 真的 我现在终于知道真相了 然后呢 然后你们就没有杀害我吗 就没有杀害我吗 我知道我们这样做可能是错的 但是我们的初衷 真的是为你好啊 你知道吗 碧君 碧君 我想见我娘 碧君 傻孩子 你说什么呢 爹 你能告诉我 娘的坟墓在那儿吗 我想送她一束花 我想送她一束的最喜欢的 圣洁最喜欢的白盒花 好吗 可以吗 爹 碧君 你娘知道你这么孝顺 她 她一定会很欣慰的 她现在就葬在国泰宫 那里依山傍水 她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安息 改天 我带你去拜祭她 爹 爹 爹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爹 薄奶 那是 钦 tied 妹妹 我有个噩耗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娘 已经因病去世了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 尤其不要跟爹提起这件事 不要问为什么 待我们相见之事 我自会解释 思妮 你可都答应了 以后去温香阁 只去找我一个 那你以后 能只结我一个客人吗 四爷 你看这个包包好漂亮 你买个给人家吗 谢谢你 但是不是我的东西 我坚决不会要的 这个东西 你还是拿回去找丢的人吧 再见 四爷 你想什么呢 滚 四爷 这个包真的好看啊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 有什么了不起我 水仙 你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我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 我 你看 我 我 大夫说 弟是突发性脑溢血 幸好及时才抢救过来了 不过从现在开始 要二十四小时有人陪他照顾他 仲洁 你放心吧 我可以帮你二十四小时 看着钱伯伯 你凭什么照顾他呀 别忘了 你已经不是仲洁的未婚妻了 既然分开了 就说明不合适 你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不清了吧 虽然我已经不是钱仲洁的未婚妻 可是现在钱伯伯这个样子 真的是需要照顾我 这个事是钱伯伯的事情 跟钱仲洁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是爱心肆意的话 去耐民营 孤儿院 红十字会呀 不要在这里装好人 你 够了 你们别吵了 仲洁 我也是太担心钱伯伯的身体 所以一时间没有控制好情绪 林毕君他又在那里不依不饶的 不会安静的 不会像他那样吵 拜托 明明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嚷嚷嚷的 干吗说我 仲洁 你看他 他还在吵 钱伯伯都已经这样了 你就不能体谅他吗 为什么还要在那床前吵呢 我知道你容不下我 但是你麻烦我就行了 不要让他受连累呀 仲洁 够了 说够了吗 都给我出去 仲洁 出去 李毕君 李毕君 你真是言而无信哪 我言而无信 我怎么言而无信了 我不太明白 你忘得还真快呀 那好 我提醒你 我们说好了的 你跟钱仲洁解除婚约 我就想办法让仲洁官复原池 我说到做到了 你呢 你的承诺被狗吃了吗 现在又跑回来捣乱 董琪琴 我是答应你跟钱仲洁会解除婚约的 我也没有想过要回到钱仲洁身边 但是你不能阻止我来看钱伯伯 别瞎兴兴的了 难道我猜不到你的不良用心吗 你对仲洁的心思 我隔着十条街都能问洁 你 既然你执意照顾钱伯父 那我也不拦着你 但是万物总有高低好坏 如果我照顾得比你好 你就赶紧走人 别再想找借口缠着正见 好了 你说这么多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挑战 我接受 冲什么枪 大乔姐 你这水放多了 你再多加些面粉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怎么弄了 你赶紧去休息吧 大乔姐 还有一道工序 您一定要记住了 那就是醒面 我知道了 我都记住了 不就是醒面吗 这件事情根本难不倒我 行行行 你别操心了 快快快 出去吧出去吧 这事交给我 交给我 来 这么简单的事情 买布买布 买布 咱们 去哪里 是 外国人 都要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的频道呢 决定是有个故事 乔楚声 乔friends 稳由使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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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ろ 皇上 您在哪儿啊 你知道吗 我好想你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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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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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烧卖看起来不错 就要这个吧 走吧 好 走 走 秦伯伯 琪琪 你来了 这是我惊心熬制的银鱼汤 您尝尝 这怎么好意思啊 又麻烦你了 来 我喂您 不不不 我自己来 谢谢 谢谢 你爸爸最近好吗 挺好的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好 好喝 秦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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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了 秦伯伯 你看 我给您 你连个时间观念都没有 还跟我比邪悔呢 秦伯伯 你看 我呀 特意给你做的 独特的包子 这是包子吗 赶紧被老鼠砍过一口 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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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什么 我这是特意做的童锁包 这道口子呢 就是锁雅 这里面的肉馅呢 就是锁鲜 吃我做的包子啊 就必须得按着开锁的顺序 那才吃得有滋有味呢 我 秦伯伯 还是你最懂钱伯伯的心意啊 我最喜欢吃包子了 钱伯伯 你 来来来来 我来尝一下 怎么了 味道有点重 但是没关系 我会喜欢 喜欢就好 钱伯伯 您别着急 这留好多呢 再给你一个 好死啦 什么东西啊这是 李璧君 这也是包子啊 简直比毒药还难吃 你又没有吃过毒药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你这个啊 分明就是在诬陷我的杰作 对啊 琪琪啊 其实你这么做就不对了 你不欣赏人家的包子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呀 反正你喜不喜欢 我是喜欢的 你出来 喂 仲杰 你要去哪儿啊 我还有吃包子呢 这个臭小子 真是的 你 你干吗呀 我爹病刚好 你就别拿这东西来刺激他了 可是钱伯伯吃了我的包子 特别高兴啊 你干吗呀 这包子原来是你做的 你干吗 走走走 别给我待在这儿了 为什么呀 这包子我给钱伯伯做的 他高兴就行了 关你什么事挑三拣四的 我挑三拣四 如果你做的这些包子像包子的话 我会挑三拣四吗 包子都不像 更没说味道 他怎么不像包子了 一个个长得圆糊糊胖肚肚的 而且也很好吃啊 再说了 人家钱伯伯自己都喜欢 用得着你管 我爹是我来照顾的 我是他儿子 你是他谁啊 我 对啊 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未婚妻了 但是 我就不能以朋友的身份 去看看钱伯伯吗 难道这样也不许吗 我爹的朋友多了去了 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你把我钱家当什么地方了 我 完了 我这样怎么了 快给我走吧 别逼我 你再不走我动手了 走 少爷 警察局来人说 有事情请您去一趟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们在这里照顾我爹 是 少爷 别动手我 有事情 你走了 你走 你走 你狠野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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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生死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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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正良跟您什么关系啊 大邦 钱正良在这里也是有地位的人 他的生死会牵连很多事情 咱们如果能够早点知道情况的话 那是对我们有利的 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贵爷 我就是担心您的安全 您说您这么出来也太冒险了 也不带个兄弟 你说这万一 贵妾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说的 上次的账 这次我要你连本带礼都还回来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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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我才离家一公里 你们几个就以每分三百米的速度 追上了我 少爷 老爷非让我们跟着你 怕你出危险 我爹真是麻烦 那边出什么事了 走 我们去看看 走 走 走 给我上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的事情 你就没有必要插手 你们俱众斗殴 你们俱众斗殴 我是警察 我干的就是维护社会治安 大邦 我们走 秦仲杰 这次我让你三分 咱们走着瞧 娘 娘 女儿来看你了 我不知道你生了这么重的病 是女儿不孝 没有见到你最后一面 照顾你 我不怪我爹隐瞒 只怪女儿一半 娘 日今天人应格 我只希望你 能在天上过得好好的 保佑我和妹妹 参战 这土怎么会是湿的呢 爹明明说你呀 是三个月前去世的 爹明明说你呀 是三个月前去世的 难道娘没有死 我要想办法给你清楚 无论钱仲杰那个大坏蛋说什么 这次我一定要忍了 加一点吧 马上去警察局档案室查娘的档案 让我去警察局偷娘的档案 拜托 这可是警察局啊 哪能说进去就进去的 碧君 你在念叨什么呢 没有没有 我 我在给钱伯伯做包子呢 这真是太好了 但是刚才你好像说什么什么什么 刁难什么意思 还不就是那个大 我是说 还不就是那个剁馅 别 这里又脏又乱 你就别在这儿了 一会儿包子包好了 我给你送过去 你就先出去吧 我不喜欢吃包子 你呢 多孝顺我点就行了 你放心吧 一定的 那我走了 天哪 差点就说漏嘴了 真是得长记性 千万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是 当然是 请进 林小姐 你怎么来了 王医生 我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你的 这怎么能行 我们做的都是医生的分内之事 应该的 王医生 您就别推辞了 家母生前 不是一向都孕真吗 家母呢 又是一个不爱给人添麻烦的人 现在人虽然走了 我还是要替他 谢谢你 孕真 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你父亲 提醒过我们 没什么大麻烦的 是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心意 还是请你收下吧 恭敬不如从命啊 那王医生 您先忙 我下次再来看您 好 林小姐慢走 好 我娘根本就不孕真 如果王医生 真的是她的主治大夫 不会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 才会跟医生合伙来骗我 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查清楚 我娘到底去哪儿了 你 这次应该算是钱仲杰救了咱们 你说他怎么会出现得那么巧 是不是因为他发现 你一直对他很照顾 所以来报答他 钱仲杰他那么讨厌黑帮 怎么可能会插手呢 大邦 吩咐下去 让兄弟们多留点心 尤其小心嬴事的人 是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点转 齐齐 这是怎么了这是 气死我了 老爹可没犯啥错误啊 你看看这小嘴绝的 都能拴住一头驴了 爹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生了什么气呀 你不是和钱仲杰 已经在一起了吗 爹 你有所不知 这仲杰表面上 心高气傲 节傲不逊的 实际上他是个大笑死 他谁都不怕 就怕他爹 那该死的钱老头 也不知道看上笔局哪点了 我凡事都想着他 哦 我明白了 你这是在生钱挣粮的气呀 好 这事儿 好吧 爹 你有办法 我当然有办法了 但是 可不能先告诉你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啊 谢谢爹爹 哎呀 嗯 当一起案件跟另一起案件有关联时 我们会根据案件的程度 对相关资料进行合并归类 也就是说 刘怀起案 目前已经并入另一起案件当中 而九四三七案卷宗 是以九字开头的 以九字开头的卷宗 都属于机密卷宗 没有局长的亲笔手语 是不能取出来的 钱仲杰 又是他 这次差点抓住鬼妻了结恩怨 又被他给搅和了 这钱仲杰 和鬼妻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现 这里面 肯定有谋逆 上次的事情很失败 原本想着 能查出他们两个的关系 顺便顺藤摸瓜 查出咱们的内奸 可没想到 却被他反咬咱们一口 我总觉得咱们查漏了点什么 好 八哥 你派人去盯着钱仲杰 看看他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是 钱仲杰 来 老爷 董副局长给您送个水果 田老爷 董副局长 来了 快请坐 请坐 请坐 好 请请请 董副局长 真是不好意思啊 您事务繁忙 日理万机 还在百忙之中 等出宝贵的时间 来看钱某 真是担当不起 担当不起啊 钱兄啊 我们是朋友 我来看看你不应该吗 顺便哪 也想跟你聊聊仲杰的事情 不会是仲杰这个兔崽子 又在外面闯祸了吧 不不不不 这次啊 不是他闯祸 而是祸事找上他了 到底是什么祸啊 是这样 钱兄啊 你还记得几个月前 我跟你说过 仲杰配枪丢失的事情吗 对对对对 您确实说过 那把枪是跟 迎啸天的命案 是有关系的吧 对呀 当然了 现在警局的警员 已经查证 仲杰这支配枪 就是行刺迎啸天的兄弟 就是行刺迎啸天的兄弟 心爱后却才发现 你褪色的照片 孤独是一种考验 失去你那一天 就像失去整个世界 一瞬间就毁灭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魂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曾经我们 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魂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曾经我们 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你也要恨 是谁也要恨的 世界太淡烂 太淡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一个人能抬着绣合